所以很想多謝他們 詞曲 李宗盛 從不肯小心改靜 曾經錯對你會忘記 而慢慢開始將自己暫停 現實種種的挑戰要適應 如順應能演高興 如出錯小心改靜 而這種改變今天好見證 既恨我相親身之者 旺盛你真心的愛惜 從未離開 當我走過黑夜 而使我更好到垃圾 只恨我相親身之者 你是我的心不在意 扶著成長多年 一早感到 從今天起 我真的不思議 從今天起 我 我真的不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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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部首歌 我真的不思議 這個那麼重要的人 是在兩個月之前離開了我 我很記得兩個月之前 我在準備這個演唱會 然後每天都排到時間表很密 每天都要把整個舞蹈唱一次 演唱會的整個舞蹈唱一次 然後要排舞、健身、打拳、游泳 做很多很多準備的工作 那時候我知道我婆婆 我有一個病之後 我是很擔心的 然後我一直很想飛過去上海探望她 因為其實我四歲之前 是在上海長大的 是婆婆、公公、舅父 他們一直帶著我 所以我很想飛回去上海探望她 我記得那時候 我一飛回去的時候 婆婆很開心 然後 因為她是癌症 所以她有很多食物 吃完下去 她會很容易吐出來 然後你看著她 其實是一路一路的虛弱 然後是可以 在一個禮拜之內的改變 可以帶到她完全不可以站起來 然後 充不到糧 所有各樣東西 她都不可以再照顧到自己 我記得那時候我答應她 我飛回香港準備演唱會 然後你一定要來看 我一路其實 我雖然是這樣跟她說 但其實我一路都很害怕 她不可以來看我演唱會 因為那時候醫生說 她過不了二月尾 所以那時候 我一路在 我雖然一直在安慰婆婆 但其實我心裡很害怕 她不可以來看我演唱會 昨晚她有來到 我知道 因為昨晚我特意留了一個位置 讓她坐 我以前會覺得死亡很可怕 因為她是唯一一件事 會令到你永遠失去一個人 所以我其實很害怕 很害怕身邊的人死亡 但是我記得 當我去婆婆的喪禮的時候 我真的看著她的遺體 我突然覺得 其實死亡一點也不可怕 因為當她真正離開了我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她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我 我失去的只不過是她一個 肉體 所以 我之後每一晚上 除了祈禱之外 我都會抽時間跟婆婆說話 而我覺得她真的有聽到我說話 妳會兒子 對 你會兒子